這裡就是高檔的一條街 上海紀律監察委員會 上次我也寫過監察委員會 我也寫過一封舉報信的 從前要舉報一個人嘛 我寫了好多信的 寫了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 中央紀律監察委員會 上海紀律監察委員會 福建省紀律監察委員會 還有解放軍的區委的 反正寫了十幾封信吧 舉報一個人 舉報一個應該算政府官員吧 但是沒有 上海紀律監察委員會給我打電話的 我都是私密舉報的啊 留下了電話 本能姓名 真實姓名 真實手機號碼 都是寫的 寫了以後 就是七八月份寫的吧 中央的反正都是 就是沒有記錄號信 都是一般的平游的信件 寄過去以後嘛就是 給我打電話的是上海是一個 上海是合作交流辦的 給我回電話了 一個副主任吧 給我回電話了 反正就是跟我了解了一下 上海是紀律監察委員會還是 也給我打電話了 他就問我這個被我舉報的那個人 他還有沒有更多的違反資料 違反什麼 反正他就是這個意思 反正他這 我舉報的這些東西不夠 不夠格吧 這以下的是我自己想法 一個是不夠格 第二個就是他這點東西 根本就是殺誰了 毛毛雨嘛 是不是啊 共產黨的官員幾個億幾個億 才叫貪污 幾十萬幾百萬都不算了 是不是啊 像我們小老百姓有個幾百萬 哇天大的事情 寄過去起碼十幾分 十一二分有的 但是回電的就三個吧 區裡面的說這個事情不歸他管 這個人不歸他管 他管不到 應該是市裡面管的 市裡面的人就是說 你舉報的這些東西 影響不到他 我們不能這個 這個汗牛衝動吧 汗牛衝動不算的 所以說就是回一個電話 最好的是上海市合作交流辦 回了一個電話 他說是 就是給我詳細的了解了一下 談了很多 談了很多嘛就三個電話 十幾封信輸出局 就是三個電話 像中央的都不管的 都來不及管的 所以說這就是我的一個 舉報性的一個過程嘛 剛剛那條晚屏路上 都是上海市 黨政黨的 黨的口子 就是工作場所吧 這裡上海市市委書記 就在康平路上 康辦嘛 很出名的 門口還有無警站卡 像上海這種華海紀錄 華海海中路 過了華山路不算華海紀錄 華海紀錄很短的 華海中路是最長的一段 從基礁路開始算華海中路 香港廣場啊 可以搖搖啊 反正就是 還有好多大樓 都是太平洋擺貨 都在華海中路上的 還有這種古色古香的 美國領事館都在華海中路的 這條華海中路上面 中路靠中面的那段 是很繁華的 很熱鬧的 但是靠區面的一段 都是別墅了 你看像松青林故居啊 還有 還有華海路偏的 都是別墅 這個算西匯區的 像這種別墅也有名字 就這樣 這邊接小孩的也很厲害的 然後 對這小孩的也就是叫 烏南幼兒園 上海烏南幼兒園 烏路不去南路幼兒園 中國是四維 是政府 但是四維 這是一個是 文化就是黨的 一個是黨領導的 黨領導的政治 黨國嘛 黨國體制 中國是 中國特色就是黨國體制 這裡都是四維的 這位網平的主號 它說 估計就是紀委大樓 剛剛那個紀委大樓 這裡面 這裡面好像就是 四維市長 裡面一棟一棟別墅吧 就是他們住的 市長 就是省部級官員 這裡面就是好像就是 一棟一棟的他們住的 這個就是美能風推移動的 這裡面網平路 三百八十元 這個塑料從來沒來過 哇 多年畢 這裡面 這是四維的 對不對 四維家屬 大院房 家屬 跟那個又通了通道化海路去 去的 剛剛那個人說 這是四維家屬 哦 這個就是省省那個後面那個 哦 四維家屬 這個從前拿著 這就是 哦 是哪裡啊 不能是 這是有強能的 非之極貴的人 住在這裡 惠城集團 你住在這裡沒那麼多安靜 康坑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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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維上海四維大院 四維大院就是書記嘛 新書記上海四維書記 在那裡 哇 這多年了 從前都住在這裡了 多好的環境都住了 還有一個新華路 新華路裡面也是別墅 也是別墅區 因為我怎麼知道 從前有一個什麼司令 一個人都住在這裡面 它專門有一個地盤 你們看它嗎 這裡有坑坑 老楊對面就坑坑 為了名�önopp 還有專門有文學 暴狼 這是上海四維大型 他也不挂牌的 是什么地方 是什么地址 也不挂牌的 有个黑的牌照 就能随便出路 外面的人根本就不知道 里面是什么地方 什么东西 知道吧 中国特色 在这里是中国特色 里面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 对面就是家属楼 康平路 康平路这个是 对 康平路还不够 你看 政府机关门口还有武警 这么多武警站高 怕什么 他怕什么呢 他怕老百姓 他访华势力 比人民广场还厉害了 这么多武警站高 24小时站高 这里是 武警看看吧 武警站在那里站高 说的好听啊 做的就不一样啊 P200号 就是能民大道200号 康K开头的就是康半 康半 这个有康半的这个 他这个汽车 在那个交通违法的 那个电子警侠里面 都屏蔽掉的 你违法了 他都拍不到的 这叫什么 这叫中国特色 这叫吧 看吧 康半你看门口 没有 没有先杂能源走过的 我下来等车 康半 康半我进去过一次 从前是有一个领导 送给上海市委的 一个什么领导 送了一袋水鲜花嘛 反正我先去的 就是报车号进去的 停到地下室 就停了 那个领导就把那个东西 送上去 也没进去过 但是市政府 就是能民大道的 上次去送一个什么东西 我到里面走了一段 但是到里面去过的 里面也是很安静的 也没声音一坦的 反正到处也是保安坐在那里 你反正进去哪一个地方 他都 如果要到拜见重要领导 肯定是见不到的 人民的公仆 高高在上 到了吧 长见识了吧 上海还是 上海领导 多么多么的 贴近那个群众 住在这种荒郊野林的 树木丛林当中 一点没有现代化的气息 是吧 领导都住在这种 荒的 丛林之中 原始的古 古堡中 多么荒凉 这种地方 哪些我们啊 都在外滩 多么繁夸的地方 领导都真是 太好了 对我们人民群众 太好了 都住在 这种你看 都是树木 虫子 鸟的原始社会当中 原始形态当中 扛把烘满 这个古计关掉了 不让你看